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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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我人生的一個案件 嗚嗚 我按出去了 歡迎來到原來是John的頻道 我现在呢还是有一点不知道要怎么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今天的深夜话题是 我被停止了 骗你们的我一点都不难过哟 好啦其实有一点点的没有难过但是有一点就是被吓到 大家有没有想说 Johnny不是之前说你跟公司申请了停飞三个月吗 大家是谁 谁是大家 五六七三个月 但是我现在已经八月了 我还是在台湾了 有没有人觉得说为什么呢 其实没有耶 美国在三月份的时候这个疫情就开始爆发 四月份的时候是我最后一个月在公司里面工作 五月份我就主动跟公司申请留置停薪三个月 因为我就是比较怕死 怕被感染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六月一号的时候回到台湾 本来打算在台湾待两个月 然后八月份我就要回去上班了 谁知道 台湾就是有点太好玩了 台湾就是好山好水好多帅哥 大家也一直跟我讲说 不要回去啦 美国这么危险 八月份就跟公司申请了停飞 九月份跟公司申请了停飞 好啊你就一直停飞啊 我在停飞的这个过程中呢 公司并没有强制性的不让你飞 在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公司其实有跟政府申请求救 救你 不愧不行啦 政府就是有跟公司求救 啊什么啦 公司有跟美国政府求救 给了我们不知道几个Million的的钱 对 条件就是在十月份之前的公司不会开除 或是停飞任何一个员工 如果你没有主动跟公司申请停飞的话 其实每个人都还是照领那个薪水 不会像其他公司有人被强迫性的留职停薪 或是砍你的班 其实都没有 五月份到七月份的中间 公司就是不断的鼓励你们啊 诱惑你们啊 叫你们就是自愿性的停飞 或者是提早退休 有点恐吓 我不能说恐吓 有点就是 OK 我答应你们 十月份之前 我们是不会砍掉任何人 十月份之后 我就不知道哦 如果没有够多的人 申请提早退休 或是申请自愿性的停飞的话 我们十月过后呢 我们公司就会开始砍人 美国公司它都是先保障资深的员工 加上我们公司还有工会 工会是保护资深的人 他砍人的话 一定是先从资深的开始砍 那些 飞了二十年三十年的那些老妈妈 他们都不会被砍 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呀好几百个都已经飞了四十年了 就是就放话说他要砍掉七千到八千个人 你们没有人要提早退休 你们没有人要自愿性停飞的话 我就开始从最菜的开始砍 我就八月份的时候决定 自愿性的申请停飞 我现在在决定我接下来 我的人生要怎么走 我的人生接下来是要 留在台湾呢 还是要回美国工作呢 决定我认识了一个暗奖 我暗出去啦 各位观众 我要留在台湾啦 请拜托订阅按赞要分享 那我有饭吃 不然我就要饿死了 停飞呢 他有分长期跟短期 短期有两个时间 一个是明年的四月复飞 或者是明年的七月复飞 然后我选择的是短期里面最短的 所以就是明年的四月回去工作 如果对保养原来是转有兴趣的观众呢 请在下面留言 保养到明年四月而已哦 所以压力过于太大了 到四月而已 长期的话最短是十五个月 再来是休十八个月 或者是休息二十四个月 八月中的时候就有统计结果 提早退休 加上自愿性的停飞 总共大概是有六千多个人 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 然后我在公司大概飞了五年 资历大概是 我是排倒数大概六千多个 意思就是说我下面还有六千多人 比我还要踩 我们公司有两万七千个空服员 所以大概还有两万个人比我资深 你就知道那些人都飞多久了吧 所以总共有六千个人申请 他要砍七千到八千个人 意思是说他可能还要再从 最菜最之前的再砍掉两千个人 那我上面有六千个人 我应该是不会被裁员 太好了我可以在台湾满到明年的三月 然后就在八月二十四号的晚上 我们全部公司的空服员 收到一封信说 看起来疫情好像没有要缓和的意思哦 我知道我们之前拿到政府的补助 答应你们十月份 不会开除任何一个人 之前也说过就算要砍的话 他只会砍七千到八千个人 但是我们决定总共要砍一万四千个空服员 Oopsie 所以六千个主动停飞和提早退休 加上六千个比我菜的人 总共是多少 一万二 公司说要砍多少人 一万四 所以呢 原来是这样就是失业咯 我要哭了 我要哭了 原来是这样现在就是失业的状态 这一次的停飞停止 不代表完全的跟公司切割分开 只是说公司目前为止 他不需要你在这个公司 目前是预呼 至少会休息一年 一年后等疫情缓和 一秒出来 旅游又开始变得非常的安全的时候 公司需要你的时候他会按照你的资历 你越资深的他会先通知你 联络你 叫你回来上班 我比较担心的是 本来只打算在台湾待三个月 我带的衣服没有太多 如果要在台湾待到年底的话 我势必就是没有长袖的衣服跟外套啊 我好看的鞋子跟衣服都还放在美国啊 我没有带回来啊 所以如果你们在我的IG上面看到 我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跟鞋子 那是因为我没有带回来 那一天在跟我朋友聊说 我想要找了工作的内容 就说我想要就是 我的上班时间很弹性啊 是要有冷气的地方啊 不用花太多力气 不用动太多脑 然后我朋友就说 你可以做射案啊 你可以做射案啊 射情按摩 哇 好像可以耶其实 大家有什么 推荐的工作 或是有好的职专 也可以联络我哟 需要私人的YouTuber吗 需要私人的YouTuber吗 来的粉丝愿意养我 养我到每年四月 你有什么才艺 愿意到人家 就是保养啊 陪你陪下 你好好笑哦 这才有三个吧 不会切喇叭 我会把你修图 我会把你剪接跟你修图 先生有卖衣还是卖什么 我说卖衣 也卖鞋 哈哈哈哈 有人要养我吗 拜托 上面开放专线 来 有人要报名吗 养我 干爹们 他快出来啰 干爹 我是用我吗 我会把你修图计的 我们修图计划